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在其古装新作 二大任加伦人气拉满 五大实力主演加盟 迪丽热巴作为90后新生代女星的佼佼者 自2017年凭借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句成名之后 可谓是人气、资源双丰收 凭借出色的颜值和演技 很快便成为了内于公认的一线 2013年 迪丽热巴以一部《阿纳尔罕》踏足影视圈 随后相继主演《逆光之恋》 《克拉恋人》《麻辣变形记》《漂亮的李慧珍》等多部都市现偶剧 实现首播人气和热度的积累 2017年之后 迪丽热巴迎来古装剧市场的新发展 除了奠定关键基础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外 随后开启的《三生三世枕上书》《长歌行》《秦时利人明月心》《烈火如歌》 《与军出相识》《恰似故人归》《安乐传》等近十部热款相继上线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影视剧之路打拼后 迪丽热巴无论是对于剧作的整体把控 还是角色的诠释塑造 都有了质的提升 也顺势成为了当下备受瞩目的《十里女星》 《安乐传》之后 迪丽热巴便暂时离开了影视剧的拍摄环节 从而转向了各种活动的举办 在几个月之后迎来2024新篇章之时 他再次以新古装的筹备为契机中回影视剧市场 迪丽热巴在其古装新作 二搭任加伦人气拉满、五大实力主演加盟 伴随着2024年的开启 很多知名剧方和人气平台先后推出自己的热款新作 都想在新的一年里开个好头 于是便有了《大江大河3》与《凤航庆余年2》等 诸多经典之作的先后定档 除了已经完成拍摄与后期的定档新作之外 还有一个板块备受观众们期待 它就是上半年即将开启的拍摄新作名单公布 其中一部名为《青岩如故》的古装剧 斩获了极高的人气 《青岩如故》的定位是一部原创古装武侠剧 目前已经暂定了剧本和演员 其中当属以领贤主演的迪丽热巴《任嘉伦人气畏醉》 迪丽热巴与任嘉伦都是目前娱乐圈中颜值、演技、人气并存的一线 他们二位在此之前便合作过改编字 欲交际的与君出相识恰似故人归 并且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果 此次,他们二位再次携手共演古装新作 无论是从人气还是话题上而言 都会是远超其他同类型作品的一次选择 而且,据说除了迪丽热巴、任嘉伦之外 该剧还相邀了不少实力主演的加盟 在有关《青岩如故》的暂定主演名单中 除了任嘉伦、迪丽热巴这两位领衔男女主之外 还出现了刘雨宁、宣璐、肖顺瑶、陈都灵、王赫润五位后起之秀的演员 近几年,刘雨宁、宣璐、肖顺瑶、陈都灵、王赫润等人均在古装剧领域实现了造诣的翻声 此次携手加盟到这部《青岩如故》之中 无疑是给了该剧右一层的支持和保障 目前,有关该剧的筹备已在进行之中 大致的剧本和演员已经趋于完善 暂定的开启时间是在2024年的3月中旬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